今年雨季以来,印度西南部哈拉拉巴遭遇了百年来最严重洪灾,从8月8日至今,洪水造成当地164人丧生,仅过去36小时,就有100人丧生。 从5月25日至今,以旅游和种植为名的哈拉拉巴,共有至少324人死于洪灾,超过20万人无家可归。 据发新社和BBC新闻8月17日报道,哈拉拉当局周五发布了最新红色预警,该当14个区中的13个都将遭受暴雨袭击。 当局趁截至目前,大部分死难者都死于洪水引发的泥石流。 总理莫迪周五伊地达杂区与当地政府商讨救援方案,印度已派出数百士兵、直升机,以及超过300艘船只参与救援。 但通讯不畅和道路开放,延缓了对重灾区的救援行动。 据当局统计,哈拉拉巴有超过1万公里的道路在洪水中受损,数万栋房屋遭到破坏。 该邦的主要国际机场、科技机场将关闭至26日。 面对洪水袭击,哈拉拉巴居民纷纷通过社交网络向外界求救。 该邦南部全网约正一名居民在社交网络上发布视频,显示涌入家中的洪水已经升到颈部。 该居民在视频中说,洪水已经淹到两层楼高了。 看见这个视频的人,请为我们祈祷。 截至周五,尚不知该男子情况如何,卡拉拉巴才叫埃萨克·Charles Isaac,当天在推特上发文称,通往圈南部阵的最后一条道路。 在我眼前被淹没,目前该阵影成为孤岛。 在卡拉拉巴商业港口城市可亲,市区内的洪水水位依然持续上涨。 当地居民不得不研究员人员在水中,设下的指引声,乘船或徒步撤离。 目前已有22.3万名无家可辉的居民,被赚一致1500个零食避纳点,卡拉拉巴是印度西南部的旅游圣地。 同时,也以茶叶、咖啡豆、香蕉和香料种植了名。 在此次洪水中,部分种植员已遭洪水淹没。 当地的油业和农业,均将遭受惨重打击,卡拉拉巴首席部长而甲杨称,该邦正在遭遇100年以来最严重的洪灾。 这是一场极端严重的危机,每年的6月到9月都是印度的雨季。 在往年的雨季期间,卡拉拉巴也遭受洪水袭击。 在印度气象部门指出,受低压影响,卡拉拉巴今年雨季的平均降水量比往年多出37.5%。 在北湖重灾区,部分地区的降雨量,甚至超过往年的83.5%,卡拉拉境内共有41条河流流入阿拉伯海。 由于持续降水,该邦的80多多水坝均已开着放水,除降水量外,环保人士也指出当地山区的支配破坏和森林坎坏是灾情恶化的原因之一。 据天气意预报,卡拉拉巴北周末,还将继续遭受暴雨袭击。